他决定带着这十六颗矿石回家 你今年准备回家了 是的 我在这里坐了十六年 得到了十六颗矿石 我相信这些矿石里会有一块翡翠的 我想回家盖建房子 陪一陪我的父亲 好吧 不过你带着这么重的矿石走远路 也太不方便了吧 不如我帮你把矿石敲打开来 是石头你就扔掉 是翡翠你就带走 好啊 于是山主将矿石一一敲打开来 第一颗是石头 第二颗是石头 第三颗还是石头 一临十四颗全都是石头 你的手气太早了 最后这两颗矿石算你卖给我好了 一颗石头的钱 一颗石头的钱 够你路上的盘缠 还有一颗石头的钱 如供你家盖一间房子 老板 老板 谢谢你的好意 我只卖一颗矿石 剩下的那颗 我要带回家 让我的父亲看一看 好吧 于是 于是 墨汉 墨汉拿着这些钱 和仅剩的一颗矿石 踏上了返乡的路途 当墨汉路过一个市集时 有个小贩正在叫买蜥蜴 蜥蜴 大蜥蜴 便宜卖了 你看 它不会咬人 很温顺的 这只蜥蜴真丑啊 算了 我不想买的 小伙子 你要买蜥蜴吗 这种蜥蜴 应该生活在树林里 你为什么不放它回树林 你买了 就能把它放回树林 也可以用它的肉熬汤 好 我买了 墨汉买下这只蜥蜴后 便将它带到树林放生 没想到这只蜥蜴 却不肯离去 总是陪伴在墨汉身边 并且和它一起回到了家 太好了 终于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当墨汉想拿出那颗矿石 给父亲瞧瞧时 却发现袋子里的矿石 竟然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我的儿子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 爸爸 你快来看 我带了一颗可能是翡翠的石头回来 啊 我的矿石呢 我的矿石怎么不见了 儿子 别找了 你能回来 这比给我翡翠还要好啊 爸爸 这些年让您担心了 由于长年的劳苦与跋涉 莫汉生病了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唉 你儿子的病非常严重 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那要怎么办啊 蜥蜴汤醉捕了 我看 不如你把这只蜥蜴杀了 熬汤 给你儿子补补元气吧 不 不要杀他 爸爸 你答应我 不要杀他 儿子 你放心 我不会杀他的 爸爸 请你一定要善待这只蜥蜴 如果他不肯走 等他死了以后 就埋在我的身边吧 嗯 几天后 莫汉便离开了人世 莫汉死后 那只巨蜥不吃不喝 一直守在他的坟旁 没多久便骨瘦如柴 悄然死去了 莫汉的父亲 准备将巨蜥 葬在儿子坟旁时 无意中摸到巨蜥的肚子里 有个硬块 他剖开巨蜥的腹部 看到了一颗硕大的翡翠 啊 由于巨蜥味叶的腐蚀 矿石外层已完全剥落 露出了金银无瑕的翡翠 原来这个翡翠菩提叶 还有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这件宝物 有没有想过他们与我们一样 母鸡是用来下蛋 快进来坐 老公 张大哥今天要来我们家吃饭 你怎么没有事先告诉我 你看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不用准备 我知道张大哥最喜欢吃鸡肉了 我们家里有这么多只鸡 等一下 烧制最大最肥的 来款待张大哥就可以了 那你赶快去杀吧 不用麻烦 随便吃吃就可以了 张大哥 你就在这里坐着喝茶 我去院子里把鸡杀了 炖锅鸡汤给你尝尝 老弟 还是不要杀鸡了吧 张大哥 不用客气 来我们家 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你 但一锅鸡汤 绝对没有问题的 顾满两位 我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而且也不愿意看到他们 被人杀害吃掉 啊 你现在已经不再吃鸡肉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是啊 过去我真的非常喜欢吃鸡肉 一直到最近 我遇到了那件事情 有一天傍晚 我在山上耕种结束 准备下山时 突然听见路边 传来了一只公鸡恐惧的叫声 诶 这里怎么会有鸡叫声呢 出于好奇 我便朝着鸡叫处走去 结果 还没靠近 就看见一只大公鸡 惊恐地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而一只狐狸在它后面 紧紧追赶着 原来它是遭到了狐狸的攻击 嗯 原来是狐狸在刷 那只狐狸很快地便追上了大公鸡 它猛地一呼 将攻击暗打在地 就在它张嘴要将攻击咬死时 我赶过去用锄头将它吓跑 救下了那只大公鸡 四狐狸 看我的锄头 哼 还不快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别怕了 那只狐狸已经逃走了 你和我一起回家吧 当时我打算将这只大公鸡 带回家杀死吃掉 可是 我回到家时 天已经黑了 因此 我决定等第二天 再把它杀来吃 于是 先将它养在家里 今天天色已晚 等明天 我再把它杀来吃 就让它多活一晚上吧 当天晚上 大公鸡 就睡在屋里 到了第二天清晨 我突然 被一阵鸡叫声吵醒 只见 那只公鸡对着我 不停地 拍打着翅膀 提叫着 怎么回事 吵什么呀 我被那只公鸡吵醒后 便准备 拿起放在床头 桌子上的衣服 没想到 那只大公鸡 却猛地飞了起来 朝我的手躲下去 好痛哦 你干嘛 那只大公鸡 一直朝着 床头桌上的衣服提叫 它似乎 想要告诉我什么 那我的衣服 有什么奇强 我正好奇的 要查看那衣服时 突然 一条蛇 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蛇 他刚才是在救我呀 自从我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就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张大哥 这件事如果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还真以为只是个故事 鸡竟然知道报恩 这也太奇怪了 是啊 这种事情怎么听都像是个故事一样 是啊 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很难相信鸡会感恩图报 也正因为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才会对过去吃鸡杀生 感到愧疚 并且发誓再也不吃鸡肉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不傻鸡了 今天我们就吃一些素菜吧 对 吃素菜好 客人吃完饭后 晚上便住在这户人家的家中 张大哥 今晚你就睡这里吧 好的 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没想到 睡到半夜 客人突然听到院子里的鸡 鸡鸡喳喳地叫个不停 怎么回事 这些鸡怎么会在半夜乱叫 难道是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 哎呀 张大哥 鸡的叫声把你吵醒了吧 刚才院子里的鸡 怎么会叫得那么大声 是不是 用黄鼠狼来偷鸡啊 我们也以为 是用黄鼠狼来偷鸡 所以出来查看一下 可是却没有发现黄鼠狼 你听 他们现在不叫了 应该没发生什么事 张大哥 你快回去休息吧 嗯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可是 当他们三个人 刚要踏进屋子时 院子里的鸡 又大声地叫了起来 啊 他们三个人 再次疑惑地 回到院子里查看 怎么回事 今天晚上这些鸡是怎么了 难道 这些鸡 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张大哥 不会是因为今天晚上 我们没有杀他们 他们也要报恩吧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一阵天摇地动 这户人家的房子 因为无法附和地震的晃动 屋顶整个塌了下来 天哪 如果我们这时候还待在房子里 那肯定会被活埋了 是啊 如果不是院子里的鸡 不停地提叫 让我们起身查看 我们现在早就粉身碎骨了 是啊 今天是这些鸡救了我们呢 这些鸡真的知道感恩图报 太不可思议了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协会所做的就是爱护 任何一个生命需要帮助 我们将生出元首 护持护生 任养学童 要大众一起来加入 广播正好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上 Zither Harp 散烂悲剧的暖阳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天使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要开始 所以我想各位有机会来到这种激进的地方 就要开始练习 当然我在这边我最怕一件事情 有人要找我了 又问我三下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说闭关的时间最好不谈世间的事情 因为我都一直了 我很喜欢保持状态 当然 不用了